第1911章下杀手 叶福天没有再去理会对方 大道气息融入那时台之上 感知其中剑意 他的感知中出现了一道道跳跃的剑光 仿佛无数不在 翁 今可见 叶福天身体周围 同样有无数剑光环绕 在跳跃起舞 许多人看向他 望向叶福天身后的剑光 有剑银之声传出 那时剑在飞舞 时台之上 也亮起了绚丽的剑芒 在和叶福天产生共鸣 第九剑 将孕育而生 诸人内心震撼 从之前的好奇 羡慕 嫉妒 到如今 诸强者神色严肃 看着叶福天的身影 九剑于他而言 真的毫无难度吗 他们和叶福天之间的差距在何处 为何他会有如此超凡的领悟力 这白发剑黄 又是神问人 这时 石台上面 一股强大的剑道气流从上至下流动着 一瞬间将石台淹没 这股剑道气流直接压制了石台中的剑芸和叶福天共鸣 甚至直接以剑芸封禁了石台内蕴藏的剑芸 许多人都是一愣 顺着石台往上 便剑在那里 黑衣青年身形如同一柄剑般 理直的站在那 身上一缕缕剑意流动 从他身上流向石台 正是他阻碍了石台中的剑芸和叶福天共鸣 使得叶福天对第九剑的感悟中断 没有出现第九剑 不能吗 黑衣人安静的站在那 淡默的看着叶福天 他才是石台上的修行者 无视了他直接感悟石台建议 直接拒绝回答他的问题 这一幕使得诸人各有想法 果然这黑衣人对叶福天不满 阻碍他继续修行 九人中其他八人纵然有些不爽 但也都没有阻止叶福天和他发生冲突 毕竟大家都是修行 互不干扰叶福天悟性更强 没有坐在石台上依旧和石台共鸣 他们不爽也只能认了 这面子丢了也就丢了 毕竟也不止他们一个 在座的所有人 除了叶福天之外 水脸上有光了 但在叶福天领悟最后一剑时 有人阻碍他继续修行 甚至直接以剑意将石台中的剑意封进 不让叶福天感知 叶福天眼眸望向石台上 那双灿若星辰的眼睛凝视对方 同样如利剑般锋利 两人的目光在虚空中将会碰撞 许多人竟隐隐感觉到了一股强大的剑道气流流动着 朝着周围空间扩散 压抑至极 他们都没有说话 只是相互看着对方 仿佛一切都在他们的行动之中 叶福天神色不动 如剑的眼眸中射出一道道剑芒 他神念一动 刹那间 浩荡剑气流动而至 周围空间化作大道剑域 无数剑道气流朝着那座石台流动而去 要将那股封尽之力剥离 与此同时 他身中环绕的剑光依旧璀璨 并未停止修行 黑衣人淡淡地扫了叶福天一眼 苍穹之上有恐怖剑笑声传出 随后便见一道道漆黑的闪电剑芒从天而降 轰轰轰 一柄柄剑直接从天穹降临而至 插在石台周围区域 将那片空间彻底封死 使之成为绝对的剑道领域 将叶福天的剑道之力进阶玻璃抹除 两人 似乎叫上进了 已经在交锋 许多人都露出一抹一色 这黑衣人凶为中卫皇境界 气势惊人 剑意超强 不似寻常中卫皇 在石台左右方向 有一行强者分别站在那 显然是追随黑衣人而来的修行之人 其中有两位八镜存在 可见黑衣人身份必然非凡 是某个大陆的顶尖巨头势力之人 才会有如此阵容 难怪这般巨傲 叶福天拒绝回答他的话 他便直接下手阻止叶福天继续感悟 然而叶福天身后也同样有一行强者 他们站在那 目光明视前方 眼神也都有些不善 目光冷漠的扫视像黑衣人 都是为了感悟剑锋 这里的一切都是东仙岛的大道机缘 不属于任何人 他们抢占了石台变战了 他人实力不如 自不会去争夺 叶福天也没有争 叶福天只是在石台下方感悟修行 若这样也触目了对方 那么便显得有些无礼了 莫非只允许他们坐在石台上的人感悟修行 其余八位强者 虽然也有玩笑话语 但都没有对叶福天生出恶意 唯独这黑衣人形式霸道 就在这时 叶福天身体周围 一股恐怖剑狱出现 浩荡剑威肆虐于这片虚空 使得周围之人都内心颤了颤 浩强的剑道气息 之前叶福天虽然也展露了气息 但那是在修行 而此刻 才是爆发真正的剑道功法之威 下位皇境界之人感觉自己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即便是许多中位皇境界的强者 都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压力 此次铸就了完美神轮 有一位上位皇境界的老者开口说道 目光明是叶福天 果然 能够连续悟久见之人 天父怎么可能不妖孽 大到神轮完美 不知是哪一大陆的妖念人物 在叶福天身体上空之地 凝聚冲三道剑翼 进阶超凡 剑翼发出可怕的剑笑之音 刺人耳膜 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到一股极强的锐气 然而黑衣人丝毫不在乎 一柄柄黑色巨剑凝聚而生 每一柄巨剑都蕴藏着超强的毁灭力量 以失败为中心 同样铸就了一股极可怕的剑狱 应该是下位皇大道神轮完美 破镜之后没能保持 有劳者感受到这股强大气息心中暗道 如若一直都是普通神轮 那么在叶福天的剑威之下 黑衣人的剑道会被压制 但他没有 意味着他以前也曾大到完美 破镜之后虽然没有保持 但依旧远胜寻常中卫皇 气势比之叶福天的剑意丝毫不弱 甚至更强几分 毕竟大到神轮层次上 他曾和叶福天一样 而他的境界更高 翁 叶福天身后的三道剑意瞬间绽放 一瞬降临 直接轰在了那封镜的力量之上 伴随着一声可怕的巨响 封镜的剑目出现一道道裂痕 那座石台在不断的颤动着 扑呲一声 封镜力量粉碎 叶福天再次与其中的剑意产生共鸣 石台上涌现出剑光 和他身上的剑光交相辉映 空在叶福天破开封镜的那一刻 有恐怖的剧烈轰鸣之音传出 小心 可怜黄提醒一声 虚空之上 那一饼饼悬浮于空的黑色巨剑 竟直接朝着叶福天震杀而下 威力恐怖 黑衣人所设置的封镜被破 叶福天强行领悟第九剑 使得他下了杀手 黑色巨剑速度极快 一瞬降临 巨剑之上似有着可怕的纹路 每一柄巨剑都蕴藏可怕的毁灭黑暗之光 欲直接将叶福天吞没诛杀 无数剑光穿梭于叶福天深舟 铸就一片剑木 隔断虚空 阻止对方的剑 却见恐怖的轰鸣之声传出 剑木剧烈的颤抖着 在黑色巨剑的攻击下直接出现裂痕 随后崩面粉碎 黑色巨剑继续杀向叶福天 有毁灭的剑盒出现 剑之下 剑接面杀 就在这一瞬间 叶福天身后出现了又一道绚丽至极的剑光 此刻 第九剑竟然凝聚而生 绽放出无比可怕的剑道光辉 九道剑意 进阶领悟 诸人看着叶福天 内心极不平静 而且 还是在黑衣人的阻止下修成 此时已经有很多人猜测到了黑衣人的来历 摩拾大陆上的顶尖剑道势力 黑铁剑宗修行之人 难怪如此霸道了 黑铁剑宗的实力非常强 在魔石大陆上 是站在巅峰的势力 叶福天眼神冰冷 剑膀扫向对方 顿时三道剑意直接逆势往上 杀向黑衣人 但却见他的身后出现了一柄巨大的黑色神剑 使他的大道神轮 一柄柄黑色巨剑环绕他身体旋转 三道剑意轰在上面 竟没有轰破防御 只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 站在剑中央的黑衣人就像是站在王座之上 目光中带着傲然的冷漠之意 只见叶福天身周出现了一座可怕的金色神像 轰隆隆的巨像传出 黑色巨剑轰在神像之上 使得神像剧烈的震荡着 但却并没有被攻破 黑衣青年抬手朝着前方虚空中伸出 刹那间 叶福天头顶上空 出现了一无边巨大的黑铁神剑 通体漆黑 闪烁着黑暗神光 无数剑道气流流动于巨剑之上 每一旅剑道气流都化作了一柄剑坠下 轰在叶福天身体周围 将叶福天所在的空间封进 那柄巨剑还在汇聚更加强横的力量 仿佛当剑降下之时 便是末日 好强 诸人内心震荡 看着黑衣青年 这是真要下杀手吗 叶福天身后的人会不会出手 如若他们出手干预 恐怕黑铁剑宗的其他强者也会出手 那样的话 巨剑依旧会杀下 怕是挡不住他杀叶福天 许多人都露出一抹一色 虽然叶福天让这里的修行之人都没了面子 但若说杀叶福天 他们都没有这种念头 毕竟没有什么恩怨 犯不着生死相向 黑衣青年却没有理会诸人的想法 他手指朝下 顿时巨剑落下 展向叶福天 第1912章为何寻死 叶福天身体周围 一尊尊神像奔腾 朝着那杀来的巨剑而去 每一尊神像都蕴藏滔天之力 只见黑色巨剑轰在神像之上 顿时神像庞大身躯出现裂痕 被撕开粉碎 那些垂落而下的巨剑 不断摧毁着奔腾的神像 可怕的碰撞之声 使得这片空间不停的震荡着 伴随着诸多神像的崩灭 叶福天头顶上的黑铁神剑也杀落而下 直接击杀向叶福天的身体 轰一声无比可怕的剧烈声响传出 黑铁神将轰在了巨大的神像躯体之上 使之颤动着 然而却见神像释放出滔天金色神灰 金身稳固不灭 叶福天起身 在神像笼罩之内站了起来 目光朝着前方时台上的黑衣青年望去 眼眸之中闪过一道冷漠的杀念 轰 叶福天脚步往前踏出 一步落下 顿时周身除了澎湃的神像距离之外 还有着无欲伦比的风锐气息 能够撕裂一切存在 三道剑翼飞回叶福天身边 苍穹之上 出现一条条剑盒 汇聚于剑翼之上 翁 无穷剑道气流流入剑翼之中 仿佛融入道里面 一瞬间 那三道剑翼之中 每一道剑翼 都仿佛蕴藏着叶福天的恐怖剑道力量 刚才的攻击 并非是他的完整形态 滚 抬头扫了一眼 轰猛龙的巨响声传出 大道神轮所化的神像冲天而起 竟直接震得黑铁神剑朝虚空而去 随后崩面粉碎 之后 苍穹之上 万丈金色神灰绽放 使得神像还在变得庞大 朝前奔腾而出 像明之音震碎人的耳膜 无数神像虚影 同时朝前碾压而去 叶福天看向前方的黑衣青年 继续往前 巨大的神像直接震杀而下 对方的大道神轮黑色巨剑 同样发出可怕的尖锐声响 朝着神像而去 两者在虚空中碰撞 使得周围天地爆发一股恐怖的大道风暴 镇的那座剑锋以及石台都颤动着 但却没有崩灭 而周围许多修行之人纷纷后撤 没想到这两人爆发出的力量竟是如此恐怖 寻常夏卫皇境界的强者在周围都会受到波及 嗡 这一刻 绚丽至极的三道剑翼在一次绽放 融入了叶福天的大道之力 黑衣青年眼神也略微有些变化 叶福天的实力 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竟然没有直接拿下 在他的预想中 以他的境界 应当足以直接强势抹杀对手 一柄柄漆黑的巨剑环绕在身体周围 威严冷冽 他依旧站在剑中央之地 就像是坐在剑道王座上的人物 就在这时 一条条剑和淹没虚空而来 他感知到了一股奇特的气息 一瞬间覆盖了他所在的区域 使得他打了一个冷颤 很冷 这股冷意甚至能够冲击神魂 他的剑道防御力量 同样覆盖了一层寒霜 似乎被冰封凝固了斑 嗯 他身后两位巴静的存在皱了皱眉 似乎感受到了一股能够毁灭黑衣青年的力量 其中一人当机立断 抬手便是一剑 几乎在同一瞬间 剑意落下 伴随着清脆的声响传出 黑衣青年身体周围的黑暗铁剑防御 直接被撕裂粉碎 化作了碎片 剑意瞬间杀制 黑衣青年看着剑意到来 陡然间生出一股强烈的恐惧之意 那剑意不断在瞳孔中放大 轰 一声巨响 一柄更加可怕的黑暗神剑挡在了黑衣青年身前 三道剑意直接轰在上面 被挡住了 没有能够击碎 黑衣青年身旁 出现了一位威严至极的霸道强者 八镜存在 他的目光冰冷的凝视叶福天 翁 剑意瞬间飞回到叶福天身前 睁睁而鸣 发出见笑 这一刻 人群才看明白发生了什么 一切都太快了 电光石火箭 一切便已经结束了 而他们的内心也猛烈的颤了颤 刚才 黑衣青年差点被击杀 竟然是八镜的强者出手才保住了他 这 他们本以为可能被击杀的人会是叶福天 出手干预的人将会是叶福天身后的修行之人 但是实际却截然相反 中卫黄境界的黑衣青年差点被叶福天当场斩杀 他背后的人出手才挡住了杀戮建议 这片空间陡然间安静了下来 静得有些可怕 从始至终 黑衣青年和叶福天都没怎么对话 都是直接下手的狠人 而且 两人都冲着诛杀对方去的 这便是你出手的底气 叶福天看向党在黑衣人生前的中年开口说道 语气虽然平淡 这句话本身便是极强烈的嘲讽 黑衣人直接对叶福天下杀手 但却险些遭到反杀 如若没有身后的人 他可能已经是个死人了 这场交锋 可以说黑衣青年颜面尽失 如若之前直接杀死了叶福天 诸人会认为此人冷漠狠辣 因为一点是直接斩杀一位妖孽 但叶福天却只会是个可怜人 然而 黑衣青年自己险些被斩杀 这便有些讽刺了 另一位八镜存在迈步走出 朗生开口说道 无关之人 请暂时避开 诸人内心微颤 看来 黑铁剑宗的强者要出手斩叶福天了 既然已经交锋 便干脆做绝来 不想放叶福天火命 黑衣青年身份超凡 乃是黑铁剑宗的少主 当代黑铁剑皇之子 而他身边的两位八镜强者 一位是黑铁剑皇的大弟子 另一位出手护住黑衣青年的强者 则是黑铁剑皇的弟弟 青年的叔父 接许小事 何必大动干戈 又不是什么生死恩怨 既然双方都没什么事 不如就此罢首 之前劝叶福天的那位女皇开口说道 想要劝说双方罢首 叶福天的天赋超绝 若是开战 被诛杀的可能大 毕竟黑铁剑宗的势力更强 此事是黑铁剑宗的人先出手 无礼在先 不过他也明白 修行界没有绝对的对错 不行 黑衣青年眼神冰冷 杀念比之前更为强烈 若说之前只是一时兴起想要杀叶福天 那么此刻便是真正意义上的想要杀他 多谢好意了 叶福天看向女皇微微点头 不过 有人一心求死 只好成全了 女子一愣 恶然的看着双方 黑衣青年和叶福天 紧接拒绝她的提议 看来 他们都认为自己能够诛杀对方 一心求死 黑衣青年目光扫向叶福天 叶福天扫了对方一眼 对着身旁的北宫奥开口道 你挡他们片刻 没问题 北宫奥点头 他如今对自身实力也变得更自信了些 幻音落下 一股滔天雷欲出现 恐怖的雷神蓄影出现 笼罩这片空间 苍穹之上 无尽雷霆之光游走 从天穹垂落而下 降临他的身上 他化身雷体 引大道神雷 一道道雷霆神光环绕身体周围 犹如无数雷霆所脸般 黑铁剑黄的大弟子脚步往前走了一步 苍穹之上出现浩荡剑威 恐怖的风锐之意传出 周围的强者进阶后退 拉开距离 这里将爆发一场大战 不过许多人也都习以为常 在东仙岛中 这种战斗已经爆发了不少 只不过在这里 还是第一次爆发这种级别的大战 八剑人黄伸手指向苍穹神剑 一柄无比可怕的黑铁神剑之上 烙印着一道道可怕的剑文 化作恐怖黑色闪电披杀而下 砰砰砰 只见一柄柄神剑之光从天而降 空在夜伏天他们所在的区域周围 化作一座黑铁囚牢 已见到封进这片空间 使夜伏天他们没有生路可逃 随后 他手指朝下一指 伴随着轰隆隆的可怕巨响声传出 黑铁神剑直接杀戮而下 北宫奥所化的雷霆战神悬浮于空 无尽雷霆闪电游走 化作雷霆锁链 直接降临黑铁神剑之上 缠绕住那神剑 但却并未挡住神剑垂落而下的恐怖大势 黑暗神光朝下吞吐而出 杀戮一切 但下空却出现了一片雷霆 摧毁一切神光 一缕缕雷伐之力游走 千伐之术绽放 朝着神剑而去 空 一声恐怖的巨响声传出 神剑被锁定于虚空 遭到万劫之光的洗礼 一点点的破碎 看到这一幕黑衣青年身旁的八镜强者也走了出来 更加可怕的气息绽放 围压这片空间 叶福天没有去看战场 他的大道之力弥漫 九座十台同时亮起 绽放出绚丽的剑道光芒 与此同时 那座剑锋也亮了 吞吐出滔天剑意 怎么回事 退出战场的那些人 黄看到剑锋变化内心颤动着 他们看向叶福天那边 黑铁剑宗的强者也同样回过头看向剑锋 忽然间生出了一股不祥的预感 东仙岛中蕴藏大道机缘 活着修行 不好吗 为何寻死 叶福天冰冷开口 这声音落在黑衣青年的耳膜之中 显得格外的刺耳 他的脸色也变了 鬼过头看了剑锋 嗡 只见剑锋中 一道刺破天穷的剑光绽放 直冲云霄 其剑翼扫荡而出 一瞬间 靠近剑锋的几位黑铁剑宗之人 在剑翼之下身体直接粉碎 化作虚无 第1913章主目 什么情况 朱强者震撼地看着这一幕 相隔很远那股恐怖的剑道威压 便落在身上 他们果断继续往后撤 只见剑锋仿佛真正化作了一柄朱天之剑 剑锋中的剑翼仿佛被催动 在这一刻爆发 人群看到了九道剑翼环绕剑锋 使得那座剑锋释放出无与伦比的神圣剑道光辉 朝着周围扩散之时诞生了一片剑道光幕 正是这片璀璨至极的剑木将数位黑铁剑宗的强者直接粉碎 两位八镜强者也回过头看向那边 脸色惊变 那道声音依旧缭绕于天地间 在他们的耳膜中回荡着 东仙岛运藏大道机缘 活着修行 不好吗 为何寻死 叶福天称 他们寻死 退 两人当机立断 剑道神轮爆发 有无边巨大的黑铁神剑震杀而下 轰隆隆的巨响声传出 似要天崩地裂 那场景简直害人 他们手掌直接朝着黑衣青年抓去 想要带他离开 身体直接化作一道剑道流光朝高空撤离 翁 剑木直接扫荡而过 被镇压大道的神剑阻碍了片刻 降临时台之时对方已经撤走 但却见另一方 叶福天身体悬浮于空 九剑环绕身体 剑光璀璨 顿时那剑锋同样环绕九剑 剑锋正中吞吐出的剑一直冲云霄 其 叶福天口中吐出一字 幻音落下 剑木一瞬笼罩无垠空间 这一刻 所有人都仿佛置身于剑狱之中 逃离至空中的黑铁剑宗强者也一样 他们感觉自己被剑狱笼罩了 脸色顿时惊变 既然要寻死 还走什么 叶福天又是一道声音落下 他手指朝天一指 顿时剑锋之上 一道剑道霞光直接淹没空间 扫向了三人 几乎没有时间间隔 一念极致 翁 剑光落下的那一瞬间 黑铁剑宗三大强者身体静止在了虚空中 一动不动 他们看着自己的身体一点点化作虚无 粉碎 不 黑衣青年大吼一声 那张高傲的面孔此刻露出极为强烈的恐惧之意 他的身体在瓦解 一点点消散 他怎么会死在这里 死在一位夏卫皇的手里 甚至 他连杀他的人是谁都不知道 他根本没有问叶福天是谁 来自哪里 便直接对叶福天下了杀手 何曾想到 他会因此而丧命 黑铁剑宗的强者 因一个夏卫皇 丧命 另外两位八镜强者最后的眼神是看向那黑衣青年 带着绝望和愤怒 他们的命 被他的狂傲给葬送了 为何要招惹叶福天 他们后悔 心中无比的恨 脑海中回想着叶福天的声音 为何寻死 剑光洒落而下 三道强大的人黄身体直接消散 仿佛被风吹过 化作尘埃 彻底消失无影 似从未出现过 黑铁剑宗强者 全灭 他们并不知道 在他们之前 也有一个势力有类似的经历 来自沧海大陆的强者 遭到过团灭 若是知道 或许就不会对叶福天直接下杀手了 剑义归位 回到了剑锋之中 远处的朱强者看向剑锋 刚才的一切 就像是一场梦般 太过梦幻 一位神轮三井的夏卫皇强者 不仅仅做到了他们都没有做到的事情 以一己之力连续误久到剑义 如今 又灭杀黑铁剑宗所有强者 一个没留 若说之前他们对叶福天的感觉是羡慕极度 惊叹和怀疑 那么此刻 他们只有一个念头 此人 究竟是何方神圣 再没有一人怀疑 甚至极度都没有了 只有震撼和敬畏 他们终不乏有神伦八镜的上卫皇存在 但此刻 也不再将叶福天视为晚辈看待了 而是真正极为认真的看待叶福天 毕竟就在刚才 叶福天展了两位八镜存在 此此太过惊艳 之前很多人认为叶福天是某大陆大势力的后辈修行之人 但此刻他们感觉叶福天是不是有更深层次的来历 那位之前劝叶福天的女皇除了震撼和惊叹之外 脸上忽然间感觉有些火辣辣的 无敌自从 他领悟一道剑义 竟然劝叶福天不行就放弃 说领悟剑义很难 很难吗 就剑全部领悟 催动剑锋之力 横扫朱强者 让他有些无地自容 真丢脸啊 他拿什么对叶福天指手画脚 那些之前笑谈的老一辈人物也无言 只能在内心感慨 一代新人圣旧人 老了就是老了 天才辈出的时代 总有一些经验的人物横空出世 不知道哪座大陆诞生了如此风流人物 将来 那座大陆恐因他而成名 此刻 许多人已经认为 叶福天将来必能名真一方 他所在的大陆 将会因他而骄傲 叶福天目光环视人群 微笑着说道 打搅诸位修行了 抱歉 刚才的摩擦已经过去 诸位继续 他身上没有了之前的蜂蜜冷漠 没有喊出何必寻死的无边狂傲气概 身上只有淡淡的儒雅之意 谈笑兼给人一种极为舒服的感觉 许多人此刻在看叶福天 发现他似乎更帅了几分 或许这就是实力带来的附加作用吧 诸人见叶福天云淡风轻 便微微点头 各自返回而来 不过也有人开口道 看到小友如此精益感悟久见 还有何面目在此修行 我还是去其他地方碰碰运气寻找机缘 祝小友能够完全掌控剑锋中的剑意 多谢 叶福天微笑着点头 非常客气 彬彬有礼 许多人都感觉 平常状态时的叶福天和战斗时的他截然不同 太弱两人 还不知道有姓名 来自何方 又有老者开口问道 带着好奇之心 在下叶流年 来自一座无名大陆 叶福天回应道 叶流年 诸人暗暗记下这名字 那文化之人点头 开口道 这无名大陆 将来或会因道有而有名 这句话 是非常高的赞誉了 若一片大陆因为一人而命名 那么此人的成就可以想象 显然 他极为看好叶福天 这一战 已经证明了叶福天的超绝天赋 叶福天笑了笑没说什么 他能在那大陆修行多久都尚未可知 如若没有什么事情 不回去也是可能的 毕竟此行来神州只为修行 早日他族人黄巅峰层次 不打脚小友误见了 诸人纷纷告辞离开 都显得颇为客气 之前叶福天表现出超绝天赋 他们的态度是调侃 也有不爽 毕竟一位下位黄采了所有人的面子 但此刻 哪里还有这样的念头 都只有佩服 甘拜下风 这还怎么会比 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 远处还有其他人黄敢来这边 被刚才那一剑所吸引而来 毕竟那一道剑光太过绚丽 使得幻空欲的很多人都感知到了 来到这边之后 他们都还未了解情况 但听到诸人的谈话便隐隐猜到了一些 看向叶福天 在其他地方已经出现了不少风流人物 看来在这里 也将出现一位 不知道此次东仙岛之行 最为风华绝代的人物会是何人 是老一辈的强者 还是年轻一代的后辈人黄 此时 在幻空欲的另一处地方 不少人站在一座座雕像之上 目光眺望远处方向 中间那座最高的雕像上面 站着一位风华绝代的女皇人物 神念笼罩无垠空间 覆盖了叶福天所在的那片区域 看到了后面发生的事情 此人很强 女皇开口说道 虽然很强 但此次东仙岛之行最出色之人 必是公主 旁边之人开口说道 女子没有多说什么 道不要忘了之前的繁花术 有两人都深不可测 旁边之人无言 他们自然也记得 另一处方向 同样在一方大道机缘前 一位青年副手而立 目光看向前方 他身后的人则是回头背对着他 眺望远处 到剑锋那边 出现了一位非常厉害的剑修 悟性超凡 诛杀了黑铁剑宗强者 有多厉害 前面站在的青年开口问道 以下位皇之境界 莲悟久见 尹剑锋之剑意 斩八镜强者 那人回应说道 青年微微点头 看来此次东仙岛之行 也不会太无聊 除他们之外 还有不少人都注意到了 叶福天的存在 那一站 不仅仅震撼了剑锋中为之人 同样吸引了 幻空欲许多强者的目光 知道了一位妖孽剑修的存在 不过对于此 叶福天都不怎么关心 他依旧安心修行 感悟那剑锋中的剑意 第1914章 山碧音符 剑锋前 叶福天盘息而坐 久坐十台之上 已经没有了修行之人 叶福天在 无人有资格踏上 十台修行 之前发生之事 使得诸强者都有自知之明 去十台上修行 不过自己找面子丢 之前有许多人离去 但也有许多人留下来 看着叶福天修行 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 他们看到剑锋 再次亮起了绚丽的光芒 久见环绕 而那座剑山之上 隐约能够看到 有一道虚幻的人影在舞剑 不过却有些虚无缥缈 看不真实 叶福天此时眼眸紧闭着 他和剑锋共鸣 身上剑翼流动着 仿佛他身上的剑翼 便是剑锋之上流动着的剑翼 在他的脑海之中 呈现了一幅画面 在无垠空间 他独自站在那 手中的剑一次次舞动 每一道剑是各自不同 无数次舞动之后 九世仿佛融为一体 化作了一剑 这一剑出 万千剑影出现 在虚空中出现许多道剑形轨迹 有快有慢 各自不同 但可怕的剑影却贯穿了空间 当剑影归翼之时 万千剑影化作一剑 这一剑 似能够粉碎万物 这时 剑锋中出现无比可怕的剑光 直冲云霄 朱强者内心陡然间一颤 随后看向夜福天 他们在夜福天身上 也看到了一道剑光 直接朝着剑山而去 而且 在夜福天与剑山之间 出现了许多他的身影 每一道身影仿佛皆都刺出了一剑 空 一道恐怖的惊雷声炸裂 刺天崩地裂 下一刻 他们震撼地发现 那座剑山已然破碎 只有一道灵天剑意绽放 而原地坐在那的夜福天已经消失了 人群在看到他时 是在破碎的剑锋之上 站在那一缕灵天剑意之中 仿佛在剑出的那一瞬间 他的人化作了剑 随剑而动 即便是一些尚未皇境界的强者 竟然都没有看清楚这一剑 好强 这就是剑锋留下的终极剑势吗 诸人内心无比的震撼 只见夜福天所在的地方 沐浴剑光的他正在经受那一道剑意的洗礼 那道剑意似要彻底和他融为一体 他整个人 此刻就像是一把锋利至极的剑 无剑不摧 无所不破 剑锋竟然破了 这么多年来没有人做到 这座剑锋一直在此 如今破了 有人喃喃低语 内心感慨 老朽已经来了四次 横跨三十年 这座剑锋一直都在 每次进来 我都会来此感悟剑意 多年以来 九道剑意终于悟出了七剑 本以为再过二十年 应该有机会感悟剑锋中的剑意 但没有想到 有人一次就让我数十年的努力 看起来像是一个笑话 一位老者喃喃低语 道 惭愧 都一样 十年前 我们便见过了 另一位老者开口说道 太息一声 心中都感慨万千 他们没有想到 有一天传承于此地的大道机缘会崩灭 后人再也无缘感悟了 这才下位皇的家伙 不到一天时间 领悟继承建议 真想知道这是怎样的一件 顶尖大能见到人物所留下 若能感悟修成 必然增幅战力 此此继承建议 剑道实力怕是更强了几分 诸人一轮纷纷 东千岛出现了一位顶尖剑道妖孽 但却少了一处剑道机缘 被永远的毁掉了 这家伙天赋卓绝绝 但也破坏了大道遗迹 一个人独享 真是混蛋啊 不过 他们也想当着混蛋 可惜 做不到 夜福天身上剑光弥漫 绚丽至极 持续许久 才剑剑带了下来 他眼眸睁开 似有一道利剑从眼瞳中射出 带着一缕剑孝之音 一剑九世 九剑归一 这剑法也不知是何种剑术 此剑术能够无视空间距离 顺杀而至 剑道归一 一念斩敌 便称之为无剑八 夜福天心中想着 为剑术取名 归须流年 无剑 威力尽皆非凡 在剑道上的造诣 也在不断完善 而且 流年剑若是配合无剑 必然会威力更加可怕 远攻与近距离杀伐相结合 必成为可怕杀戮之剑 夜福天看了一眼消失的剑锋 随后又望向人群 剑术人的目光都看着他 固有得苦笑道 抱歉 这剑锋自己破的 自己破的 夜福天看着夜福天 见着家伙口中说着 抱歉却一脸无辜的表情 真想抱打他一顿 剑锋会自己破碎吗 自然是因为夜福天的修行 但夜福天感悟了剑锋中的剑狱 得此大道机缘 他们能说什么 唯有叹息一声 夜福天回到夏清渊他们身边 贺怜黄和北宫澳也看着夜福天露出笑容 这家伙自己修行便修行 如今道好 让别人没机会修行了 你狠 北宫澳开口道 我只是自己修行而已 夜福天耸了耸肩道 嗯 你自己修行 让他人无处可修行 还好只是这座剑锋 而幻空域中大道机缘不少 诸人可以去其他地方碰碰运气 北宫澳继续道 夜福天点头 我们也去其他地方碰碰运气吧 嗯 诸人点头 一行人外不离开 夜福天神念扩散 笼罩无尽空间 想要看看何处适合修行 有他所需的大道机缘 夜福天他们很快来到了另外一处地方 这里人同样不少 都站在这片空间 目光望向前方 在诸人前面 有着一面巨大的山壁 这山壁之上刻画着一道道金色的字符 桂色难懂 像是特殊的语言 但站在这 便能够感知到一缕缕大道范音 给人一股强烈的威压 这是 佛门道法传承 夜福天感知其中之意开口说道 这股力量给他的感觉像是佛门手段 佛道修行之人 看来也曾来过东仙岛求丹 由此可见当年东来上仙的影响力有多恐怖 旁边有字 下清渊看向山壁的右下角 上面刻着一行字迹 夜福天目光看过去 果然 竟是一位佛门修行僧人所留 他曾受到过极强的大道创伤 因而上门求要 东来上仙治好他的大道伤势 这佛门僧人留下了一套佛门道法于此 以此作为感谢 许多人都在尽心感悟 夜福天看到其中有一位气质超凡的女子 盘西坐在身前 诸多佛门字符环绕于他的身体 使得他周身缭绕佛光 神圣至极 不可泄毒 夜福天看向那些灰色难懂的字符 他隐隐感觉 这并非是文字 一缕缕大道气息从他身上弥漫而出 更加真切地感知山壁上的金色符文 他的眼神也变得无比深邃 看穿一切虚妄 顿时 那些字符似跳跃而出 呈现在他的面前 音符 夜福天心中暗道 果然这些字符不是文字 而是一道道音符 这山壁上留下的道法 是音律之术 不修音律之人 怕是根本难以领悟 入不了门道 我怎么看不懂 只听北宫双低声说道 之前那见到他多少能够感悟一些 但这山壁 他完全感知不到 看不懂便正常了 旁边的人笑着开口说道 有几人能够看懂的 我也一样 北宫傲道 北宫双微微点头 原来父亲都看不懂 那么必然是非凡道法了 不知道夜福天能不能看懂 他目光望向前方 只见夜福天站在那 口中传出一道声音 这是音律之道 看不懂正常 音律之道 北宫双目出一抹一色 这些字符记载着音律之术吗 不是字符 是音符 非此类修行之人 难窥其门 你们不必去领悟 夜福天说了声 北宫双点头 他看着夜福天有些无言 之前夜福天在梧桐岛 弹奏过琴曲 如今看来 他果然深安音律之道 女皇身后有几道身影目光转过 看向夜福天 道 是你 诸位认识我 夜福天问道 在蓬莱仙境见过 那人笑着说道 之前夜福天在蓬莱仙境和军秋岩爆发冲突时 他们都在场 夜福天没有说什么 刚想到他 便来了 那人又说了声 夜福天皱了皱眉 在他的感知中 一行浩荡身影正朝着这边而来 与此同时 一缕缕冷意直接降临他身上 蕴藏一抹杀鸡 夜福天没有回头 但自然知道是谁来了 正是军秋岩 军秋岩带来的人很多 他之前交换了不少东仙令 因而身边可谓强者如云 到来这边之时 一行浩荡强者使得这里的修行之人都感受到了一丝压力 第1915章金刚符魔律 除了军秋岩他们之外 还有另一行强者同样来到这边 他们这一行人不那么多 但每一人都气势惊人 为首的青年夜福天也见过 之前在蓬莱仙境 便和军秋岩一起 两人走得比较近 他们到来之后只是余光扫了夜福天一眼 并未认真去看 他们的目光 落在山壁前感悟佛门音符的女皇身上 看到她身上神圣璀璨的光芒 军秋岩和另一位青年都露出一抹一色 看来她有可能领悟山壁自伏 上官感悟如何 这时那青年开口说了一声 声音平淡 此人和军秋岩一样 出生于蓬莱大陆的顶级势力 炼金世家 云世家族 在蓬莱大陆有着极可怕的势力 比之军事丝毫不弱 除了军事和云世之外 那位正在修行的女皇 同样是蓬莱大陆的顶尖势力上官式的修行之人 在这山壁前聚集了蓬莱大陆的三大顶尖势力强者 军秋岩和云世云哲实则并非是因为叶福天而来 只是碰巧在这里遇到了叶福天 在军秋岩眼里 实则并没有太将叶福天放在心上 虽然叶福天修行天赋很强 云哲 你放肆 上官秋叶身后 一位上官家的老者皱着眉头问道 神色带着几分冷意 这云哲 是在刻意打搅上官秋叶的修行了 我来问问上官秋叶修行如何 前辈何来放肆一说 云哲看着那老者开口问道 老者没有回应 只是身上是放淡淡的冷意 蓬莱大陆的几大家族势力关系复杂 云世军世和他们上官是向来不和 这时 上官秋叶身上光芒渐渐暗淡 缓缓转身 那双美眸射人心魄 扫向云哲以及金秋叶 有所感悟 你们要一起 上官秋叶声音很平静 对着云哲回应道 云哲抬头看向眼前那一面巨大的山壁 那些灰色难懂的金色符文就像是明一般 根本看不透 但他们知道 无论是他们身边的人还是家族中资料都有记载 这面山壁上的字符 是阴符 一位顶尖佛门修行之人将一门佛门音律之术刻于此地 据家族中的书籍记载 此术名为金刚符魔律 是一门极其可怕的音律大道功法之术 能够直接镇杀他人神魂 尤其克制邪魔之力 乃是一门极其霸道的音律之法 然而 只有精通音律之道的修行之人才有机会领悟 他们略通音律 但却不善此大道之力 感知一二或许可以 但若说领悟修行金刚符魔律 根本不可能 看着上官邱叶的眼眸 云哲对着身旁的君丘炎道 你以为呢 最不擅长 但感悟一番也无妨 大道相通 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君丘炎看着上官邱叶开口说道 说吧 他的目光还看了一眼旁边的叶福天 行 云哲点头 那便再次参悟一番 看是否能够感知到这金刚符魔律 金刚符魔律 诸人听到他的话内心微动 这传承之法名为金刚符魔律吗 他们是蓬莱大陆上的大势力修行之人 对东仙岛可能是最为了解的势力 应该不会有错 叶福天也在心中重复了一声 符魔之术吗 君丘炎往前走了几步 有数位强者跟随着他一起同行 身后 一道道身影一字排开 气势惊人 使得这片空间的修行之人感受到了一股淡淡的压力 如若仔细观看 便会发现叶福天等人恰好已经被完全封堵退路 之前 叶福天和军事爆发过一场大战 杀了不少军事的修行之人 在踏入这里之后 君丘炎便想过不会让叶福天活着离开 如今没有了东仙岛的仙子在应该没有人碍事了吧 他目光扫了叶福天一眼 开口道你不是天赋超凡吗 一起感悟修行 君丘炎让叶福天随他一同感悟山壁自伏 对于之前繁花术之事 他虽然不愿意怀疑是叶福天 但内心深处实则还是有一缕这样的猜测 不过 这都无关紧要 无论是不是叶福天 他都必死无疑 在此之前 他先让叶福天随他一道感悟 看看他的天赋究竟如何 叶福天斜眼扫了君丘炎一眼 没有理会 目光看向山壁 他本就打算在此感悟修行 和君丘炎又有何关系 他领悟这大道字符 需要君丘炎允许吗 见叶福天无视了自己 君丘炎也不在意 也望向山壁方向 一切都恢复如常 在这里的修行之人 都看向山壁感悟 叶福天也一样 大道之意弥漫 感知着山壁上的道义 与此同时 他的眼眸也变得极为璀璨 带着妖郡之意 一时间 那些金色的字符在眼眸中似跳动了起来 因福 叶福天进入到忘我的状态之中 沉浸在那面山壁 这一刻 他仿佛进入了一片绝对安静的领域 在他面前 有金色的音符跳跃而出 道义 叶福天感知到了伊吕道义的存在 非常清晰 道义蕴藏于大道字符之中 与之相容 他努力地感知着 他能够感知到音符的跳动 却感知不到声音 大音息声 或许是道义已经超脱了声音本身而存在 叶福天的感知何等可怕 在感知中 一道道字符都像是活了过来 竟接化作金色符文 在空中飞舞跳动 似要奏响一首美妙曲音 然而 却没有任何声音 至少 叶福天感知不到声音 音符 却没有声音 不过即便如此 在叶福天身上 有一缕缕金色光芒闪耀 似要铸就金身般 通体璀璨 这一幕让北宫奥他们露出怪异的神色 叶福天如今无论展现出多强的天赋 他们实则都不会惊讶 但真正让他们无语的是 他已经不仅仅是展现强大天赋那么简单了 就连各种大道之力 他都仿佛进阶感悟修成 如今 音符之道 他竟也一样擅长 那么 有他不修行的大道之力吗 这一次 叶福天参悟比领悟见到要更难 他感知着那一道道音符 许久 才隐隐明白了什么 大音牺牲 音波之道 并不一定就要能够听到声音 金刚符魔律 音波律动 当大道之音达到另一个境界之时 或许 他连听声音的资格都没有 我的境界不够 所以 听不到 叶福天心中想着 虽然听不到 但他强大的感知力 却能够感知到音符的律动 透过这律动 一样能够修行 叶福天这时变得极为投入 沉浸于修行之中 感知着第一道音符的律动 这片空间的所有人都在参悟 然而绝大多数人都不得要领 有一位中卫皇的老者感慨道 我修行音律多年 能够感知到此律超凡 必是极强的音律之术 可惜不得要领 终究还是要错过了 说吧 他常叹一声 终于决心放弃 转身离开 走了 有人问道 走了 老者没有回头 这音律之术 不知百年能否有人能够修成 难 太难 他沉浸于音律之道多年岁月 也算是大师级的人物了 然而 却只能感悟其中皮毛 依他看来 这音律之法的难度 东仙岛开始次 也不一定有人能够修成 然而就在这时候 一股无形的律动席卷而出 使得他想要离开的脚步停顿了下 随后回过身 看向山壁之上 只见那第一道金色字符仿佛要悦然而出 从山壁中跳出来 有绚丽的金色光芒从字符上绽放 从中传出一缕缕大道音波 一瞬间 席卷这片空间 所有人都清晰地感受到了那股音波之力 谁 老者长须飘动 眼神陡然间变得极为锋利 目光环视人群 内心生出波澜 有人做到了 虽然只是第一步 但却是一个开始 这样的开始 能够让破解成为可能 他的目光望向上官丘叶 之前只有他和山壁共鸣 若说是谁做到了 那么最大的可能便是他 但此时 上官丘叶同样内心颤动了下 他眉眸睁开 死死地盯着山壁 那一缕大道波动 让他感受到了极强烈的震撼 这正是他苦误许久想要的结果 然而他还没有步入这一步 却有人先他一步 是谁 他也同样看向人群 见到他的反应 那老者顿时明白 并非是上官丘叶 那么究竟会是何人 有许多人都睁开眼睛 环视自己周围 甚至有人陆续发出 窃窃嘶语声 刚才 他们都感受到了 上官丘叶看了一眼 君丘炎和云哲 应该不会是他二人吧 只见他们两人 却也看向上官丘叶 云哲狐疑地看着他 随后笑着道 不是你 长官丘叶无需问 也不知道不可能是对方了 那么 会是何人 谁还在修行 他目光一过 渐渐地 落在了一道身影之上 那身影白发白衣 目光依旧望着山地发呆 似乎沉浸于其中难以自拔 这人 正是叶福天 也是少数没有被打搅 还在感悟的几人之一 长官丘叶自然怀疑他 第1916章 言出法随 展官丘叶见叶福天心无旁骛 极为投入 美眸中闪过一抹一彩 之前蓬莱先进之中 叶福天建议斩军是强者 实力超凡 在他看来 君丘炎是远远不如的 如今 他在此感悟 想必也擅长英律之道 那么 是叶福天的可能性很大 因为这里除了叶福天 以及君丘炎 他们是刚来之外 大多数人都是之前就已经在了 而之前 他才是对山壁感悟最深之人 展官丘叶回过头看了君丘炎一眼 淡默的眼神之中 四带着几分轻蔑之意 四在嘲讽他 君丘炎一直蔑视叶福天 但实际上 若没有蓬莱大陆军事后辈的身份 他远不如叶福天 君丘炎皱眉 瞳孔收缩 目光盯着叶福天 心底的那一缕想法再次出现 繁花束为谁而省开 他眼神陡然间变得风力寒冷 一股大道气息落在叶福天身上 正在感悟的叶福天被这股大道气息所惊扰 从修行中清醒过来 眼神中闪过一道寒芒 这金刚符魔律中的音符超凡 难以感悟 必须要全身心投入其中 不能分神 其难度比之前物件难很多 因而君丘炎以大道之意入侵 瞬间让他惊醒 他目光转过 扫向君丘炎 只见君丘炎也同样看着他 见到两人的异常 旁边的云者露出一抹怪异的神色 看着叶福天道 是他做到的 他认真的打亮着叶福天 只见山壁之上 金色符文之光暗淡了下来 仿佛失去了色彩 也不再有那一缕波动之意 使得他的神色越发怪异 还真是他 君丘炎 看来你眼光不错 想要拉他入你 挥下修行一道入东仙岛 可惜他人不赏脸 云者笑着道 不过也难怪 有此天赋 感悟大到机缘 为何要为他人做嫁衣 运气而已 君丘炎开口说道 你继续感悟 他此刻 不动叶福天 放他继续感悟 叶福天眼神逼是君丘炎 不过就在这时 又有一道声音传入耳膜之中 道 彭来大陆上官是上官丘炎 不知阁下如何称呼 叶流年 叶福天看了一眼旁边的上官丘炎 他是以传音之法和自己对话 叶黄 上官丘炎道 这山壁之上乃是音律大道之术 金刚符魔律 每一道金色符文 都是一道音符 叶黄刚才催动一道音符 可有办法将这些音符进阶参透 不知 叶福天回了一生 这上官丘炎 是何意 君丘炎让你继续参悟 若你真参悟 想必他会拿下你 必问你参悟之法 不如你我合作 若你能够参悟出金刚符魔律 我上官是愿意护你安危 上官丘炎道 至于条件 无需多说 自然便是参悟出的金刚符魔律 此法 价值连成 让上官是愿意出面保叶福天 前提是他能够将山壁上的金刚符魔律参悟 那要看看能否参悟再谈 叶福天回了一生 没有答应 也没有拒绝 既然君丘炎以及上官丘炎都想要看他生物 那么 他自然不会让对方失望 没有去理会他们 叶福天继续面向山壁感悟修行 不过 北宫奥和赫连皇他们则是有些警惕的守护在叶福天身边 他们自然也看出来叶福天需要全身心的投入其中 而他们自己本身感悟不出这英律之道 便干脆不再感悟 而是守护叶福天以免对方突下杀手 毕竟在东仙岛中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叶福天从头开始感悟那第一道金色符文 他看向山壁之时进入一种玄妙的境界 仿佛只有他和音符 一缕缕音符的律动传出 金色音符跳动 从中一缕缕大到气息传出 感受着这股律动 叶福天仿佛听到了一道声音 非常浅 而且这声音并非是用耳朵去听 而是用心用意念去感知 透过音符的律动感知音律之声 如若他音律上的噪音足够强 或许能够直接听到 但现在的他还做不到 一股无形的风吹动着 站在山壁前的修行之人安静地感知着 他们也感受到了那股律动之意 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像是有声音的律动 但他们却听不见 好诡异 许多人心中想着 一些老一辈的人物露出异色 上官式的上尉黄目光盯着山壁 开口道 传闻一些顶尖的音律大功伐之术 杀人于无形 无影无踪 无声无息 这金刚符魔律 变属于顶级音律功伐之术 无形的律动扫荡而过 神魂破碎 这么说 师则我们已经感知到了音律的律动 只是听不到而已 旁边有人说到 诸人微微点头 继续安静的感知 随着时间推移 又有一道符文亮起了绚丽的金色神灰 从中有强烈的律动弥漫而出 使得许多人露出一抹一色 金丘炎目光很冷 扫向夜福天 那双眼瞳之中 蕴藏杀念 不过 他并未阻止夜福天修行 而是任由他继续 等到夜福天修行完 若能够感悟出金刚符魔律 再拿下他不迟 这样的话 夜福天也可以有一点用处 为他们做嫁衣 此时的金丘炎是矛盾的 既希望夜福天感悟 又不希望他感悟 从内心深处 他不想看到夜福天的天赋真如此出众 这样他在夜福天面前 似乎显得极为平庸 然而无论他怎么想 山壁之上 亮起金色神灰的字符越来越多 光芒闪耀 渐渐的 山壁前的虚空中 刺亮起了可怕的神芒 从中出现了许多金色字符 一缕缕无形的波动 从中绽放 犹如波浪般 朝着山壁之前的空间席卷而出 夜福天也完全沉浸于其中 在他的自我世界中 他仿佛置身于一片独立空间 无数音符飘浮于身体周围 一缕缕奇妙的梵音缭绕 似懂非懂 可怕的律动朝着八面传出 这无数字符仿佛交织成一幅图案 隐隐能够看到一道金身佛像 大道梵音 正是从佛像中传出 山壁渐渐亮起了无比绚丽的神灰 照亮这片空间 山壁前的修行之人内心极为震撼 竟然真的催动了山壁符文 他们看向身体周围 生出一种感觉 似乎他们所有人 都已经被无形的律动所笼罩 那金色的神灰无处不在 就像是一缕缕丝线般 笼罩浩瀚虚空 宛若大道领域 北宫双目光朝着四处方向张望 随后看向叶福天 果然没有他不会的 展观秋叶也沉浸于修行之中 这种机会更适合感悟 他可以借叶福天的感悟 使得他自己对那山壁的感知更清晰了许多 他也参悟了几道符文 身体周围有无形的律动 金秋叶感受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脸色略显有些阴沉 他身旁不远处 云哲看向他开口道 这样的悟性 恐怕蓬莱大路也难找到 可惜了 金秋叶听到云哲的话 更显阴沉 他自然也看得出来 上官秋叶没有做到的事情 叶福天却做到了 一缕强大的气息绽放而出 朝着叶福天所在的方向弥漫而出 然而就在这时一直防备着的北宫奥走了一步 来到叶福天的身边 大道气息弥漫 笼罩着这边 不让对方打搅叶福天 可以了 金秋叶大喝一声 犹如雷霆之喝 虚空猛烈的一颤 仿佛将那无形的音律打散来 正在修行的叶福天沉浸于音律之中 突然间一道大喝声传来 使得他心神略微有些不稳 内心冷漠 一缕缕无形的律动席卷而出 将那道声音驱散 叶福天嘴唇围动 口吐含音滚 这声音落下 犹如大道神音 言出法随 一股恐怖的律动席卷而出 一瞬间淹没君秋叶的身体 他神色惊变 那股恐怖音律直接攻击他的神魂 泛音缭绕 欲将他的神魂直接震碎来 空 只听一声巨响 便见君秋叶的身体直接被震飞出去 口中吐出一口鲜血 周围的人脸色惊变 纷纷身形闪烁 但君秋叶依旧坠落在地 脸上苍白 他的目光变得极为阴沉 扫向夜福天那边 只见对方依旧还在修行 动都没有动过 便将他击伤 这一幕 以自取其辱来形容 再贴切不过了 惨 许多人有些同情地看着君秋叶 蓬莱大陆君是家族的传人 惨遭羞辱 这里发生之事 必然会传入蓬莱大陆 第1917章出手 君秋叶站起身来 阴沉的眼眸中充满了杀意 他目光盯着夜福天 然而此时的夜福天 像是完全没有在意他的存在 一直面向山壁而立 这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君秋叶 如跳梁小丑一般 不断挑衅 却被一言击伤 君秋叶只感觉脸上火辣辣的 杀念恐怖 他身体周围 许多修行之人的目光扫向夜福天 进阶冷漠 他们往前踏步而行 一瞬间 一股狂暴的大道威压笼罩着无尽虚空 将这面山壁前的区域覆盖 这让山壁前的修行之人皱了皱眉 隐隐有些不悦 夜福天没有被打搅 而正在修行的上官秋叶却是被惊醒 从修行状态中脱离 他目光转过 冰冷的扫向君秋叶等人 冷漠开口道 修行便好好修行 不修行的话 滚 幻音落下 同样有一股狂暴气势扫荡而出 化作大道音律 吹打在君秋叶的身上 君秋叶脚步退了一步 身上道微弥漫 环绕身躯 身上衣衫烈烈 狂乱舞动 他目光盯着转身的上官秋叶 眼神寒冷 又是一个滚字 之前叶福天已滚字羞辱于他 此刻 从上官秋叶的口中 也突出同样的字来 他何时受过这等羞辱 若是不修行的话 便不要打搅其他人了 一位巴静的强者懒散开口 没有看君秋叶 但声音却传入诸人耳膜之中 和上官秋叶一样的意思 不想看到君秋叶他们在此放肆 或者说 不想见到他们打搅叶福天修行 此刻 叶福天感悟山地自伏 将之催动 使得他们的感知都更清晰了些 不少人都能够感悟到音律的律动 这对他们修行有些帮助 只要能够走出这一步 便能够一点点将之参悟 至少有机会 但君秋叶 却在这里破坏 他们自然不爽 不少人虽然没有说话 但身上同样释放着若有若无的大道威压 今日在场之人 尽皆强大人皇 来自各方 若是他们一方力量足够 又岂会在乎君秋叶 尤其是其中有不少人 也是来自各大陆的强大势力修行者 他们也是骄傲之人 自然看不得有人这般放肆 一言被吃喝退下 口吐鲜血 君秋叶 我若是你 便有多远滚多远 哪有脸留在这里 上官秋叶毫不留情地继续打击道 同为蓬莱大陆顶尖势力之人 虽然有摩擦 但他自问君士之人不敢对他如何 更何况 他们上官是在东仙岛的力量并不弱 上官 过分了 云哲看向上官秋叶道 好歹同为蓬莱大陆修行之人 如今这般向着他人 是因受到了修行启发 因此急于奉承对方 以期对方教你修行不成 你也一样 要修行便闭嘴 不修行的话 便滚出这片区域 长官秋叶眼神扫向云哲 同样是一道冷漠的赤鹤之声 他的话使得云哲沉默 目光盯着他 嘴角带着几分冷笑 君兄 你如何看 他看向君秋叶问道 君秋叶目光扫向人群 虽然有不少强者都释放出大道气息 但他很清楚 真正敢出手的人还是少数 人终究是惜命的 他不信 这些人不怕死 而且 叶福天还在继续感悟 借助山壁音律之道 他不能再等了 君秋叶的眼瞳之中闪过一抹霸道伶俐之意 环视人群 朗声开口道 横来大陆军事行事 无关之人 还请暂时一步 等事情结束之后 再回来修行 打搅诸位了 幻音落下 他挥了挥手 顿时一道道身影踏步而出 分散于不同的方位 他以多枚东仙令带入东仙岛的百余墙者散开 一时间 浩荡威压笼罩山壁前的空间 威压向众人 蓬莱大陆军事做事 还望诸位给己分面子 请一步 君秋延身旁 一位八镜强者也同样朗声开口说道 声音滚滚 响彻虚空 震颤于诸人耳膜之中 窒息的威压笼罩着这片空间 许多人萌声退役 一些修为不那么强的人 皇已经开始撤离 此事本就和他们无关 自然没有必要烫这浑水 他们扫了君秋延一眼 没想到在众人对他有意见之时 君秋延却还能够做到如此的强势 其形势也算是极为果决 霸道灵力 果然陆续有强者闪烁离开 各方的强者虽都是各大陆的顶尖人物 但都是来自不同势力 无法凝聚成一股力量 自然各有自己的想法 无法做到联手 毕竟也没有很大的利益相关 所以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撤 云哲开战之后 云是强者 帮我等压战如何 君秋延看向旁边的云哲开口说道 实则是在暗示云哲 一旦开战 便挡住想要逃离之人 一网打尽 继续给予那些没有离开之人 强大压迫力 没问题 交给我 云哲当机立断 直接硬了下来 没有一丝犹豫 欲望相争 他怎么会介意 而且 这里面还有一个上官室 他倒是很想看看 军事和上官室爆发冲突大战一场 这样一来 便会互相削弱实力 他挥了挥手 云市的强者一个 各站在高空之上 分别立于不同的方位 大道气息弥漫 笼罩着这片虚空 彭来大陆两大顶尖势力 联手 看来 君秋延是铁了心 要拿下叶福天了 诸位还请快点 若是开战还未离去 那么 便不用走了 君秋延又冰冷开口 使得不断有人离开这边 山比前方 人数已经极少了 只有寥寥不多的一些修行之人 而最主要的便是三大阵营 叶福天为首的东渊阁强者 上官秋叶组成的上官室阵营 还有便是君秋延他们了 他还在修行 许多人看向叶福天 都快要开战了 叶福天似乎毫无所觉 竟然还在那里参悟山壁 心无旁骛 继续安心修行 这一幕让许多人感慨 此人修行天赋已是如此极高 心境也是超然 只是不知 他如何应对此劫 上官秋叶眼神冷漠 他同样挥手 顿时一道道强者站在山壁前 直面君是强者 只不过 他们的阵容比君是要弱很多 君秋延这次有备而来 带了许多强者如东仙岛 有他们君士的人皇 还有梅东仙令 依靠他们入东仙岛 一起合作的修行之人 上官式的强者拦不住对方那么多人 只能选择站在君秋延 以及他身边的一行强者身前 两股恐怖的大道威压在虚空中碰撞 君秋延扫了上官秋叶一眼开口道 上官 你真以为我不敢动你们 你试试 上官秋叶眼眸带着几分冷傲之意 回应对方 君秋延挥手 顿时几道强大的人皇和上官 是强者对质者 从君秋延的口中 吐出一道冰冷声音 君士做事 若有人插手 杀无赦 是 那一尊尊人皇点头 气势恐怖 庄方 都极为强势 不肯退让半步 另一方 云哲带着强者将这片区 玉围了起来 他看向下面发生的冲突 眼神中带着冷笑之意 看来 今日之事 会有些精彩 拭目以待了 君秋延没有理会 上官秋叶怎么想 若上官式的强者阻止他 那么 他没必要手下留情 目光扫向 还在修行的叶福天 君秋延眼神中带着杀念 不过 暂时还不能杀他 拿下他 要活的 可以废掉 君秋延开口说道 声音寒冷至极 他话音落下 顿时浩荡大道之危席茧而出 朝着叶福天而去 在叶福天身体周围 北宫傲以及贺莲黄 他们脸色都变了变 虽释放出大道之力抵挡 但双方实力悬殊 他们根本挡不住 动手 只见虚空中 大道攻伐之力 直接隔空轰杀而出 有恐怖雷霆 璀璨见光 还有撕裂空间的大道掌印 狂暴至极的鼎威 犹如狂风暴雨般 直接朝着叶福天 他们所在的空间轰杀而去 空 北宫傲立于高空之上 雷霆环绕 化身雷霆战神 无穷雷光爆发 以雷霆之威挡下所有攻击 与此同时 只见那山壁之上 陡然间爆发出极为璀璨的光芒 所有的大道自伏 同时亮起了绚丽的大道神灰 无形的音律风暴席卷而出 这一刻 天地间 所有人都隐约感知到了一股无形的音律 泛音缭绕 传入耳膜之中 那种律动无影无形 却又无处不在 这是阴波之力 刺眼的光辉从山壁上绽放而出 此刻在那上面 隐约能看到一尊巍峨的佛像 此出现了一尊古老的佛陀 今生璀璨 无数大道自伏环绕 这佛陀口吐泛音 扫荡虚空 扑 只见山壁前的空间 一位对着夜伏天出手的人 黄直接口吐鲜血 神魂破碎 身体朝下空坠落 瞬间陨灭 死 扑扑扑 接着一道道身影陆续坠落而下 下位黄境界之人 当英律从他们脑海中扫荡而过之时 直接神魂崩灭而亡 根本没有一丝反抗力 直接死 第1918章反杀 那些出手之人陡然坚停了下来 大道乱流在空中肆虐 但诸人却都安静了 看着那一道道坠落的身影 一瞬 下位黄境界出手之人 几乎死伤殆尽 被全部诛杀 大道英律缭绕 他们无法听见这音律 却能够感知到其存在 似有泛音在脑海中响起 无影无形 天地间 金色的佛光闪耀 他们在看那山壁之时 皆都看到了一座佛像 让他们想要顶礼膜拜 这佛像带着极为威压霸道之气概 甚至给人凶蜜之感 这是伏魔佛陀 其数法乃是金刚伏魔律 露目金刚佛 自带可怕威严 令人胆寒 诸人皇看着那尊佛陀 许多修行不够强之人 已经萌生退役 在这里 非常危险 稍有不慎 便可能被英律之道抹杀 展观秋叶回过头 看项叶福天 露出一抹震撼之意 太强了 他不仅领悟了金刚符魔律 并且直接催动了山壁上的金色音符 使之化道 爆发出超强威力 直接借用山壁中的大道之意 进行攻击 这样的天赋 简直超绝 北宫双他们虽然也惊讶 但已经见怪不怪了 这又不是第一次 不久前他们也见到过 只不过 这家伙真不是人 仿佛 就没有什么是他做不到的 从当年让东渊阁雕像显胜开始 诸人这才明白 那对于叶福天而言 根本算不了什么 在这东仙岛内 他将这种天赋 发挥得淋漓尽致 大道音律缭绕 无处不在 环绕天地 仿佛随时可能再次发起攻击 君丘炎脸色阴沉到了极点 他目光扫向叶福天所在的方向 只见对方依旧背对着他们 面向山壁 仿佛还在参悟山壁大道 他君丘炎的存在 就像是笑话般 衬托叶福天的风华 动手 杀 君丘炎对着一人传音说道 这一次 他没有想要叶福天活命 他改变了想法 不留活口 在这山壁前 想要抓活的 似乎有些难 干脆直接抹杀 没有人听到君丘炎的声音 也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大道传音 只有他所传递的人听到了 也不知道君丘炎为何如此自信 在这种时刻还能杀 叶福天身躯之上 佛光缭绕 无数音符似环绕身体周围 无视外界的一切 潜心修道感悟 在他身旁不远处 有一位非凡强者 凄净的尚未皇存在 手持一柄长枪 二道伶俐 锋利到了极点 指向那些杀项叶福天这边的人 就在这时 长枪吞吐可怕的毁灭力量 此人 正是杨东青 嗡 就在这时 杨东青的身体动了 化作了一道可怕的银色闪电 然而却并非是冲向其他人 而是冲向叶福天 叶福天只留下了一道背影 并且在催动山壁大道 哪里会顾及身边之人 黑风雕发出一道尖锐的力笑声 赫莲忧以及北宫双的脸色也进阶大变 周围之人看到这一幕都没有回过神来 这是做什么 那人 不是叶福天的人吗 他们有些看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银色的长枪爆发出惊人的毁灭力 留下了一道绚丽的荧光 一瞬极致 太快了 如此近的距离出手 几乎是一念之间 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君丘妍看到这一幕眼神中闪过一抹残忍的杀念 叶福天他或许自己都不知道 实则一直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他虽然当时答应了放过白幕在外面放过叶福天 但进入东仙岛 他是一定要叶福天死的 哪怕东仙岛没有杀死他 也不会让叶福天活着走出蓬莱大路 入东仙岛后 他也没有去派人追踪叶福天 因为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杨东青早就叛变了 愿意追随于他军事 而且他似乎想要的也不多 杨东青一道冰冷的声音传出 是贺连黄所发出的声音 他没想到在这种时候杨东青叛变 突下杀手 这绝对是致命的 叶福天根本不设防 背对着诸强者 而且正在借山壁之力对付其他修行之人 哪里会知道杨东青在背后突下杀手 若是叶福天死 一切便都完了 然而这样必杀的一击 怎么挡得住 在他声音落下的同时 一声扑呲的声响传出 长枪直接刺中了叶福天的背 太快了 叶福天根本反应不过来 杨东青此时的眼神极冷 带着狠辣果决之意 这一击无比决绝 没有一丝的犹豫 这一枪 将决定他和杨氏家族的命运 当初在蓬莱先迟 叶福天和蓬莱大陆的顶尖势力之人 君丘炎爆发冲突 他便认为极不理智 此人虽然天赋强 但过于自傲 目中无人 如此一来 只会牵连他们 若时到时候矛盾激化 蓬莱大陆军事强者降临他们大陆 太阳事也会很惨 因此在那时 他就和君丘炎传音交流过 比起和联黄以及北宫澳 叶福天最不信任的便是他 他自然也看得出来 进入东仙岛之后 北宫澳连续得到好处 甚至修为迫近 这一切 也让他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叶福天不死 可能累积他们 叶福天若死 他站在军事一方 北宫澳和赫连皇都将一切葬于此 届时 他不仅仅能够掌控东渊阁 还能够直接成为那片大陆最强之人 直接掌管整座大陆 控制赫连市以及北宫市 除此之外 他还和君丘延结下了友谊 和蓬莱大陆军事结盟 他的地位将无比稳固 无人能憾 无论怎么看 杀叶福天 都是必行之路 因而他出手极其的果决 眼眸中没有丝毫的犹豫 这一击之后 大局已定 他根本没有想过会失败 这样的距离 他击尽的全力一击 怎么可能会失败 一丝的可能都不会有 叶福天必死 这一枪落下 他盯着前方准备亲眼 见证叶福天的死亡 然而长枪并未穿透 叶福天的身体 枪仿佛系在了一面 无比坚固的墙壁上 使得他眉头微微皱了下 是法器 叶福天身上竟然有法器护体 但即便如此 法器也只能够削弱攻击力 不可能做到完全无事 这一击 依旧能够震杀他 砰 果然 只见叶福天的身体 朝前阵飞出去 他的长枪也紧随着 叶福天身体而动 一路往前 狂暴地毁灭气息 疯狂绽放 欲将叶福天彻底毁灭 但就在这时 一股寒霜瞬间覆盖了长枪 甚至朝着他的身体蔓延而出 直接入侵他体内 甚至神魂 还有反抗之力 杨东青脸色微变 就在这时 只见天地间无尽金色音符 闪耀夺目之光 大道音符直接朝着他扫荡而出 杀 杀次落下 恐怖的大道音符 直接入侵杨东青脑海 他脸色惊变 神魂抵御这股力量 几乎在同一瞬间 他的身体被无数枝叶缠绕 太阴之力入侵他体内 使得他身体冻僵 浑身颤力 就连思维都仿佛运转变缓慢 怎么会这样 这都没杀死吗 赫连皇和北宫奥本想出手 但看到这一幕 他们愣了下 没有出手 叶福天身躯之上 无尽融入太阴神辉的建议 直接杀伐而出 直接穿透了杨东青的身体 没有一丝的停顿 杨东青的思维似静止了 他感觉有些荒谬 如此一击 偷袭出手 他竟然没有杀死一位夏卫皇 反而遭到反杀 这是何等的荒谬之事 叶福天 一直没有展现出他真正的实力吗 这是他最后一缕念头 下一刻 杨东青的身体直接粉碎为虚无 仿佛从不存在 此 叶福天从一开始让杨东青只带一人入东仙岛 便已经在观察他 想要看看他是否会在东仙岛出手 怎么可能会没有防备 他一直防着杨东青 而且杨东青这次带来东仙岛的人 是他的一位弟子 并非是子嗣 可怜黄河北公澳都带了子嗣 在这关键之时 杨东青果然下了杀手 正好除掉来 一年以后留下隐患 他的弟子脸色惊变 看着叶福天道 此事与我无关 大道音符扫荡而过 叶福天将他直接抹杀 可怜黄看到这一幕心头暗领 还好他们当初决定和叶福天做朋友 而不是敌人 这天赋强得出奇的神秘家伙 让人感慨其天赋的同时 也让人有些忌惮 彭来仙岛君士的脸面 都被你丢尽了吧 这时 叶福天淡淡开口 声音中充斥着讽刺之意 第1919章再来一次 失败了 君丘炎神色阴沉 神轮七境的存在 如此近的距离下释放必杀一击 竟然失败了 叶福天仅仅只是一位下位皇 即便大道神轮完美 境界依旧只是三境而已 杨东青七境上位皇 全力一击 怎么会杀不死 和杨东青一样 君丘炎认为这一击至少也要重伤 或者废掉叶福天 但结果是 杨东青被叶福天反杀 即便他可能有法器护体 本也不应该能够防下这一击才对 不过无论怎么想 如今一切都已经是事实 不可逆转 诸强者动手 随后派人暗杀 都没有成功 之前他自己也被叶福天羞辱 这发生的一切 的确让君士蒙羞 只见这时 山壁之上金色符文之光大放 泛音缭绕 佛陀若隐若现 无尽神灰洒落在叶福天身躯之上 使得叶福天沐浴其中 变得神圣威严 嗡 一股恐怖的声音律动席卷而出 刹那间 这片天地间许多人只感觉双耳失聪 一时难以听见声音 同时神魂震荡 一时间所有强者谨守心神 护住神魂 身上导意释放到极致 抵挡这音波攻击 杀 叶福天口中吐出一道声音 恐怖杀戮气息在这片天穷爆发 与大道音律一起 言出法随 音律波动朝着远处席卷而出 欲震杀金丘炎带来的修行之人 退 有八剑上位黄强者大声喝道 声音如同惊雷般乍响 震颤于诸强者的耳膜中 将他们惊醒过来 同时有强者守护于金丘炎的身前 大道光幕笼罩这片空间 将金丘炎的身体护在其中 无形的音律风暴扫荡而出 那些守护在金丘炎身前的修行之人 只感觉神魂震荡 发出闷哼之声 有上位黄境界的存在都嘴角一穴 脸色苍白 身体被震荡后退 同时大道光幕被音波直接震碎来 那股力量扫荡在金丘炎身上 金丘炎释放出一件法器护体 但即便如此 依旧被直接扫荡震飞出去 连续吐出几口鲜血 退 一道道身影陆续朝后撤离 金丘炎所带来的所有强者 都遭到了无差别音波攻击 就像是金色的佛光 从他们身躯之上扫荡而过 当光幕散去 又是许多强者倒下了 身体朝着下空坠落 竟是当场被格杀了不少人皇 其中 甚至有一些中卫皇境界的存在 山壁大道音律之意 何其恐怖 其余强者都退后到远处方向 拉开和山壁的距离 他们中也有很多人受伤 脸色苍白 神魂还在震荡着 他们看向前方之时 只见那山壁之上 依旧有一轮轮光幕扫荡而出 他们继续后撤 脱离山壁大道力量覆盖的区域 只见那一缕缕大道神光 直接涌入叶弗天身体之中 没有继续追杀他们 山壁前的空间 被金色的佛光笼罩着 无比神圣 好强 在场的诸人心中极为震撼 这音律太可怕了 更让他们心惊的是 叶弗天竟然已经掌控了山壁音律之意 能够借助他发起大道攻击 从他控制音律锁定攻击范围便知道 叶弗天已经能够做到和山壁共鸣了 这意味着 他可能已经快要雾透了 君丘炎只感觉自己捡回了一条命 他脸色阴冷 望向远处方向 此刻已经脱离了音波攻击范围 然而今日 君丘炎可谓颜面扫地 他在叶弗天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对方从始至终 就不曾认真看过他一眼 旁边 有上位皇强者看向君丘炎 他们脸色也都不太好看 如此强大的阵容 被一人扫荡出来 而且 被诛杀许多人 这是何等耻辱之事 而且 如今他们根本奈何不了叶弗天 甚至不敢靠近 等他离开山壁 君丘炎口中吐出一道声音 他的声音平淡 无喜无悲 甚至感知不到情绪的变化 但却从他的眼神中 周围的修行之人都感受到了一股极为可怕的执念 对叶弗天的必杀之心 他没有下令离开 而是让所有强者在此等待 等叶弗天离开山壁 再诛杀他 离开了山壁 叶弗天休想活命 他会一直在这里盯着 是 身边之人点头 他们同样眼神冷漠 转过身 目光扫向叶弗天所在的方位 就这么安静地站在虚空中 在这里等他 山壁前 诸人看到这一幕都露出一抹怪异的神色 立即明白了君丘炎他们的用意 在那等叶弗天 等到他修行结束 除非 叶弗天永远不离开山壁 否则 只要他离开 便无法借助其中力量 如何面对君丘炎所带的强者 看来 君丘炎被羞辱一番 再加上死伤惨重 下定了决心 一定要叶弗天死 他才会安心 哪怕是不去寻求大道机缘 也要斩叶弗天 可怜黄和北宫奥他们皱了皱眉 这样的话 的确有些不利 叶弗天却并不在意 他目光扫了一眼人群 目光在云哲身上停留了下 使得云哲瞳孔微微收缩 之前 他和君丘炎是一起而来 不过他并未对叶弗天下手 之后发生的一切 同样让他震动非常大 叶弗天领悟了山壁音符 诸杀诸多强者 随后斩阳东青 让君丘炎等强者被杀的撤离 如若现在叶弗天对他们下手的话 他们也同样承受不起 不过 叶弗天也仅仅是扫了他一眼 便回过头 看向那山壁 继续修行 似乎 刚才所发生的一切 都是虚幻 这让许多人露出一抹一色 叶弗天未免也太淡然了些 北宫奥露出一抹怪异的神色 叶弗天给他的感觉就像是 从来不曾将对方放在眼里 就像是在东渊阁一样 面对柳涵 杨东青他们 他都不曾真正放在心上过 莫非 彭来大陆的顶尖势力 他也同样没有放在眼中 他隐隐觉得自己的感觉没有问题 只是 叶弗天纵然天赋卓绝 但他的底气何在 叶弗天身旁 上官秋叶扫了云哲一眼 道 你是要继续在这里修行 还是自己走 云哲目光看向他 笑了笑道 上官 与你何干 不过 现在你倒也不敢惹事 上官秋叶讽刺一声 随后看向叶弗天那边 传音道 若是军事那边有什么麻烦的话 我可以帮忙 即便离开山壁这边 也可以一站 多谢 不过不用了 叶弗天回了一生 使得上官秋叶露出一抹一色 金秋叶身边的力量很强 离开山壁这边 怕是不好对付 他必要杀你 而且 云哲此人也要小心 你能够应付 上官秋叶继续说道 并非是质疑什么 也只是好心提醒叶弗天 同时想要送一个人请 这样一来 对于他修行领悟山壁 多少有些好处 多谢提醒 叶弗天依旧只是平淡的回了声 随后继续望向山壁感悟修行 使得上官秋叶感觉有些无语 还从没有人这么无视过他的存在 他倒是发现了 叶弗天根本不怎么愿意搭理他 他有些郁闷 不过就在这时山壁又亮起了绚丽的神光 看到这一幕上官秋叶心中的那一缕不满便又消弥于无形 谁让这家伙悟性无双呢 还是跟着一起修行吧 这场风波似在是平息下来 君丘炎他们在远处等着 也不敢靠近这边 叶弗天则是在安静修行 心无旁骛 不问外事 仿佛所有一切都与他无关 山壁至上的大道音符越来越强 神灰绽放 范音缭绕 随着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那山壁音符仿佛已经化作一体 出现在山壁之上的金刚佛像也更为清晰 更引人瞩目的是 叶弗天的身周同样环绕金色的大道音符 和山壁音符共振 仿佛化作一体 甚至 有一尊金身佛像若隐若现 出现在叶弗天身躯之上 虚幻的佛像 和他身体重合 仿佛叶弗天化身为一尊佛陀 神圣庄严 翁 万丈霞光从山壁之上绽放 无比绚丽 助人进阶抬头看向山壁方向 刺眼的金色佛光射来 大道范音缭绕于天地间 在虚空中仿佛出现了一尊巨佛 与此同时 轰猛龙的声响传出 那座山壁猛烈地颤抖着 怎么回事 助人内心一惊 便见山壁之上的金色符文不断飞出 朝着叶弗天而去 竟直接飞入了他的身体之中 一道道金色霞光闪耀 那些大道字符全部从山壁中飞了出来 进阶没入叶弗天体内 这 助人露出一抹怪异的神色 山壁颤抖得越来越厉害 当所有字符飞入叶弗天躯体之上 咔嚓的剧烈声响传出 只见那山壁出现一道道裂缝 随后不断开裂破碎 山壁 毁了 这大道机缘 消失 许多人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有一些来过数次的修行之人也都愣住了 无言看着这一切 又来 可怜黄和北宫奥他们看着这一幕神色古怪 之前在剑山 叶弗天已经做过一次这种事了 这事 又来了一次 自己修行 让他人无处可修行 第1920章豪情万丈北宫奥 山壁前的朱强者亲眼目睹着山壁的破碎 紧见无言 被毁了 这一大道机缘 就这么消失了 后人无缘得到 这也意味着 叶弗天已经继承了这大道机缘 彻底被他掌控 但正因为出现了一位这样的妖孽存在 使得大道机缘尽归一人 于是 愿不会再有其他人受惠于此 太狠了 那些修行之人都无处可修行 大道机缘消失 再没有机会感悟这金刚符魔律了 长官秋叶看着那消失的山壁 只感觉有些怅然若失 没了 他已经渐入佳境 渐渐能够感悟这山壁大道 就在这时候 岳福天领悟大道机缘 朱音符进阶消失 被他吸收 以后 再无这样的机会 下一次来 也不会再有 一人独吞大道机缘 厉害 一道声音传出 说话之人是一只不曾离开的云哲 他站在虚空中 安静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 见岳福天使得山壁消失 于是开口 岳福天身后 北宫傲他们目光转过 只见云哲双手环抱于胸前 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切 山壁破碎 虽然岳福天领悟了大道机缘 但也同样意味着 他不再有山壁庇护 无法借助其中力量 如此一来 讲到这他回过头 看了一眼远处方向 果然 退至远处的君丘炎等人 此刻迈不朝前而行 他们等在那就是为了诛杀岳福天 如今 岂会错过这样的机会 没有了山壁庇护 岳福天必死无疑 靠荡威压笼罩而来 压迫力极为可怕 使得岳福天身边的人都皱了皱眉 似乎意识到了一丝不妙 之前岳福天两次出手杀敌 一次是借助了那座剑山的剑翼 一次是借助了山壁 都是借用外力 在这东仙岛本身的大道机缘 如今 没有外力 对方阵容强大 远超于他们 怕是有些麻烦 而没有了山壁 这里的人和岳福天素不相识 且没有利益关系 甚至 恐怕还会因岳福天让山壁破碎 而有些异见 自然不可能在和之前一样 隐隐有针对君丘炎的意思 这次 其他人怕是都不会插手了 很快 君丘炎来到了这边 目光一扫人群 只见岳福天依旧还是背对着他 似乎在吸收之前所吞噬的大道音符 君丘炎眼神冷漠 并冷开口道 你们想要借他之感悟修行 阻挡于我 如今呢 怎么样 诸人都无言 心中实则都非常复杂 想要借叶福天之力感悟 他们也确实得到了些好处 但是现在 一切都化为虚无 不过一场空 但此事 却又能够迁怒怪罪于叶福天吗 他人悟性超凡 感悟无双 将这山壁上留下的大道机缘金刚符魔律彻底领悟 吸收其中力量 夺大道机缘 他们能说什么 即便心中有些不满 一切也成为定局 改变不了 叶福天也不可能还给他们一座山壁 君丘炎见诸人不言 目光一一扫过 最终 落在叶福天他们一行人身上 包括北宫澳等人 他的眼瞳之中露出冰冷的杀念 如今 还有谁能庇护叶福天 他看向旁边不远处的上官秋夜 只见上官秋夜目光也看向叶福天 传音道 需要帮忙吗 如今对于叶福天而言 已经是极为被动 但即便这种时候 他依旧愿意出手帮忙 只要叶福天点点头 这高傲的家伙 之前断然拒绝了他 那么 如今呢 叶福天沉默 没有说话 似乎还在修行 身上一缕缕大道流光流转 沉默吗 上官秋夜心中想着 看来 这骄傲的家伙是不想承认 这种时候都开不了口 但想到之前对方的拒绝 上官秋夜又传音道 你若是需要帮忙 可以点点头 我便出手帮你 他不信 叶福天不低头 叶福天依旧没有理会 他自然听到对方的声音 上官秋夜的语气给他的感觉就好像是 你来求我啊 大概是因为之前被拒绝了 想要争回面子吧 看来这上官式的女皇 依旧也避免不了有韧性的地方 大道流光流转周身 没入体内 叶福天缓缓转身 看了上官秋夜一眼 传音回应道 不用 上官秋夜一愣 美眸眨了下 看着叶福天 随后眼神略微有些变化 这混蛋 没有了山壁之力 如何抗衡军士强者 就你们这阵容 差太多了 更何况 还有云折在虎视眈眈看着 你真以为自己能脱身 上官秋夜冷淡道 叶福天露出一抹一色 扫了她一眼 这女人 怎么回事 这么想要她求她帮忙 不劳费心了 叶福天依旧平淡地回应 上官秋夜彻底无言 美眸中甚至闪过一抹怒意 她是见叶福天的天赋卓绝 不忍她隐于此地 才决心想要出手相帮 可以为上官是拉拢一位天赋出众的朋友 但她断没有想到 叶福天将她的好意彻底无视了 根本懒得理会她 是我自作多情 长官秋夜冷淡回了一生 她没有再开口 而是打算看着 她倒要看看 叶福天如何破局 面对军秋炎的杀意 她这阵容 如何抗衡 叶福天脚步往前走了几步 抬起头看向前方虚空中 只见军秋炎所带来的人 黄境界强者一字排开 浩浩荡荡 大道威压笼罩无银虚空 使得这片空间透着一股窒息的威压 之前修行之人都纷纷撤离这片空间 很快 就只剩下了叶福天 他们寥寥数人面对着如此强横的阵容 叶福天他们身后不远处 愤怒的上官秋夜也带人后撤了一些距离 她也准备看着 看着骄傲的家伙如何对付军秋炎 叶福天抬头 看向军秋炎 只见对方的眼神极为阴冷 带着强烈的杀鸡 目光俯看着她冷傲开口修行完了 恩 叶福天点头军秋炎到来之后没有急于出手 等她修行结束 如今山壁破碎 没有外力借用 有何想法 军秋炎又问道 杀你需要借用外力 叶福天回应道 军秋炎眼神凝固 叶福天除去外力 她没有身边之人保护 叶福天杀她依旧易如反掌 的确无需借助外力 她瞳孔寒冷 没有理会叶福天这句话 又道 自那天你出手之后 便注定走不出蓬莱大陆 之前运气不错 如今 你打算如何火命 叶福天没有说话 身上大道气息流转 天底间 竟有翻音缭绕 化作无形的音律波动 她身躯之上 似出现一尊金刚佛陀 宛若怒目金刚 威压霸道 身体缓缓悬浮于空 一股浩荡气息从身上绽放 佛光之下 还有一股可怕至极的锋利气息 那时见到 无坚不摧 看来 你是根本没有打算要活命的机会了 金秋炎冰冷道 沙 幻音落下之时 终为一字排开的强者 浩荡大道威压同时席卷而出 朝着叶福天淹没而去 一时间 大道燕天 无比强盛 然而与此同时 范音缭绕 响彻于天地间 使得朱强者皱了皱眉 一些中卫皇旨感觉承受着非常强的压迫力 神魂遭到了压迫 君秋炎感受到那股压力身体往后退 一位八镜强者守护在他身前 以免叶福天突下杀手 北宫前辈 辛苦一下 叶福天开口说道 北宫傲点头 当空而立 大道雷威爆发 站在叶福天身前 雷神之躯笼罩身体 一夫当关 赫连皇则是守护在夏清渊等人身前 叶福天回过头看了一眼不远处的上官秋夜 开口道 若有心的话 帮我照看下他们 虽有赫连皇守护 但叶福天还是担心对方不惜一切扑杀向夏清渊他们 因而才拜托一生上官秋夜 上官秋夜一愣 看叶福天的意思 他是要和北宫傲两个人对付对方一群人皇 这家伙是疯了吗 而且 若是有心 这是求人的态度 长官秋夜冷冷的看着叶福天 见对方已经转身朝前 开口道 好 好自落下 他便有些郁闷 怎么就答应了 或许 他是想要看看 叶福天两个人 如何对付军秋夜一群人皇 空猛龙 千伐之力汇聚而生 化作滔天雷劫 万千雷霆之光从苍穹洒落而下 扫荡而出 八经的北宫傲此刻傲立于空 豪气甘云 他还从来没有过如此之战 叶福天让他出手 两人战群皇 他点头同意 似乎对叶福天有着盲目的信任 但与此同时 多年以来在外他都是小心翼翼 从未有过如此时刻 今天 便彻底的放肆一回 讲到这 他大喝一声 豪情万丈 但就在这一刻 范音缭绕 一道恐怖音波扫荡而出 苍穹之上出现一尊金刚古佛 佛陀一幕 无形的音律使得周围空间没有了声音 但因牺牲 叶福天抢先一步出手 使得豪情万丈的北宫傲一愣 下一刻 便见不少人 皇直接被震杀 口吐鲜血 身体坠落 仿佛不堪一击 这 北宫傲看着这一幕无言 有些郁闷 不是该他表现的吗